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突然出现了一条24K纯金的金龙 一个文物贩子正拿着他到处兜售 还言之凿凿 说用性命担保他是真狗 当时那大伙都进西海围上去看 确实精致 是个好东西 可看了一圈 愣是没人出手要买 这文物贩子他也急啊 说怎么没人买呢 其实那大伙心里面都有自己的小酒酒 心想啊 这东西那要是假的 验品 那买了那就上当了 那万一是真的 那橙色品相 那只有古代帝王才可能拥有啊 那十有八九 他是盗墓来的 那你要真买了 搞不好哪天犯事 当赃物呢 给收缴回去 那岂不是人才两空啊 这么一想 那自然是没人出手了 当时呢 围观者里头啊 他有个文物商人 感觉他不对劲 觉悟挺高 赶紧他就报了警 话说当时南昌呢 有金龙的消息一传出去啊 不得了 全国各地的盗墓贼啊 那都争先恐后的 我这南昌 干嘛呀 找出处盗墓啊 当然咱们警察他也不是吃醋 虽然还不知道古墓在哪 但他们还是以最快的速度 抓获了卖金龙的文物贩子和刀墓内 马上就进行突击审问 那这一审呢 才知道 这金龙啊 他是从一个叫 郭敦山的山包上偷到来 那这郭敦山在哪呢 不远 就在南昌新建区 大唐平乡关西村 当警察赶到这郭敦山的时候啊 发现记者和考古专家都在了 围着个盗洞 在那研究 奇怪呀 啊 他们是怎么知道这有个盗洞的呀 原来关西村当地啊 有一个叫雄居生的村民 家呀 他就住在这个郭敦山边 那也是在2011年2月份的一天晚上 他就骑着摩托车回家 那路过这郭敦山的时候呢 就看到五六个戴着帽子的人在山上 也看不清呢 他们在干什么 雄居生啊 他就用这个摩托车灯啊 就设下他们 说 你们在干什么 那几个人 他也相当淡定 说 抓兔子呀 听口音呢 是本地人 啊 确实有人呢 经常到这个山上的抓野兔野猫上 他也就没在意 走了 那接下来好长一段时间呢 他都能看见这些说要上山抓兔子的人 一直到有一天早上 雄居生他就觉得不对劲 怎么呢 他刚起床啊 正对着这个郭敦山 这个刷牙漱口呢 不经意抬头一看 乖乖 对面山丘上的这黄土 怎么对的那么牢高了呀 他忽然就想起了那些说要抓兔子的人 啊 感觉蹊跷 赶紧就喊了几个村民呢 就一起过去看看 结果呢 就发现了这个道洞 边上呢 还有一些手套 八宝粥罐 塑料瓶什么的 不过呢 他们没想到要报警 而是第一时间就打了电视台的热线 觉得呢 这是个稀罕事 得曝光 所以呢 当警察来的时候啊 记者呢 已经带着考古专家在研究这个道洞 话说当时 大伙仔细一看 不由是倒吸一口冷气 悬哪 怎么呢 您瞧这个道洞啊 可够深的 当时呢 考古专家测量了一下 将近有15米 据说呀 再有个5厘米 也就是一榔头的功夫 就彻底击穿了 挖得很深 于是4米8才能够践踏 它的锅板 就它的木是很深 从它打出来的那些 那些木头 就锅木锅木 都是很厚 很大的 大块的木头 被它打出来了 就倒出来了 而且 有白胶泥 木炭 在咱们眼里啊 白胶泥 它就是白胶泥 木炭 它就是木炭 没什么特别 可在考古专家眼里 那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因为他们知道 在灵木的修建中 使用白胶泥和木炭 这是我国东周到汉代 才会使用的技术 那再加上郭敦山 这个山名 让专家呢 更是兴奋异常 因为郭和敦 这两个字呢 一般呢 都和早期的遗址 或者是木葬 它联系在一起 那郭代表着棺谷 而敦代表着遗址 也就是说呀 郭敦山下 那绝对是一个 不通寻常的大木 所以呢 发现后啊 他们一刻都没耽误 连夜请示国家文物局 对郭敦山上的这个古墓 依法开展抢救性发掘 而这座墓 就是咱们昨天节目中 说到的南昌西汉大墓 就在这里啊 大大小小分布了 很多汉代的墓葬 许多墓葬都有高大的风土 就是长年以来啊 可能很多盗墓者 都光顾到这里来 这一次发现呢 是一个非常偶然的 这个郭敦山呢 这个当时啊 是他们最后关过的一个地方 其实呢 刚开始发掘的时候啊 考古专家心里面 他也没点 尽管从发现的这个稻洞看呢 古墓他并没有被击穿 但会不会有其他稻洞 里面究竟是什么情况 很难说 况且呢 这是做汉朝的墓 咱们常说汉墓啊 是十世九空啊 为什么呢 那看过小说鬼吹灯的观众呢 那肯定知道墨金校尉的厉害 在小说里呢 墨金校尉他是古代一个盗墓者的门牌 事实上呢 据史书记载 墨金校尉 他是东汉末年三国时期 曹操他所设的军衔 依靠盗墓取材来贴补军用 部队打到哪 他就盗到哪 哪座墓随荡品多 那就盗哪座 而这汉朝人呢 一向讲究 誓死如是生 王公贵族呢 更是厚荡成功 所以呢 这一时期的高等级的 这个墓葬啊 反正就成了墨金校尉们的 重点挖掘对象 担心跟担心 啊 他们呢 也只能等待发掘指令 很快 国家的文物局去下文 要求立即展开抢救性发掘 还专门派了个专家组 到现场来进行发掘指导 先通过钻探 把墓园搞清楚 然后呢 再适当的发掘呢 这个周围的一些辅大墓 发掘一些 然后呢 最后再动 再发掘柱 从那以后啊 整个郭敦山呢 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 四年间呢 是没一点消息 那一直到今年的11月14号 准备对竹果市 进行发掘的时候 那关于西汉大墓的一切 才再一次进入了我们的视野 而那些发掘出来的东西 可以说让每一个人都惊叹连连 震撼不已 规模宏大 结构完整 布局惊喜 南昌西汉大墓 让人叹为观止 穿越2000年的文物 带我们重回西汉 会有什么令人意想不到的收获 将机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意外发现的西汉大墓啊 只差五厘米啊 就被这盗墓贼呢 给击穿了 也就是一榔头的功夫 那说来也是幸运 那您知道 这没打下去的一榔头 留给我们的是什么吗 经过四年的抢救性发掘后 它是这样一幅景象 您看 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西汉墓园 占地呢 四万平方米 其间错落有致分布着 以海昏侯墓为核心的 大小八座墓葬和一座车马堂 结构完整 功能布局清晰 拥有完备的祭祀体系 大小五九座墓葬 对不对 走墓和一些负责墓 墓葬上面 还有每个墓上面都有秦 还有公共建筑 祠堂 它周边还分布着四个墓园 有可能是几代海昏侯的墓园 在它的外面 有大量的贵族墓葬和树民墓葬 当时的盗墓贼到的是哪儿呢 你往这儿看 这个洞呢 那就是当初盗墓贼打的那个盗洞 恰好啊 它就在海昏侯 瞩目竹果式的正面 不得不说呀 专业高手 好在咱们发现的机事 这个盗墓是打在祖国式的阵阵中间 所以我就在说 这个是发现得早 当时我们也怀疑 如果打到阵阵中间 如果那个盗洞的地方有东西 肯定被盗墓贼拿走了 那这四年的功夫 都发掘了些什么东西出来呢 您再看这张图 这就是主墓的这个结构分布图 它由永道 东西车库 回廊形藏阁 竹果式构成 占地呢 400平方米 布局啊 那是相当完整 那在这一圈回廊形藏阁里呢 放置了墓主人生前所有的东西 门口 两个车马库 里面是娱乐用戚库 文书档案库 武库 一四库 钱库 粮库 乐器库 甚至是酒具库 厨具库 七库 全有了 你要说它是一座地下豪宅 那一点也不怕热 咱们的多见说了 这墓主人啊 他是一个游手好闲 整天吃喝玩的 接下来啊 咱们就一块穿越到2000年前 感受一下海昏猴这样的西汉贵族们的生活 首先咱们说吃 刚才呢 您也看见了 这回廊里啊 面积最大的那就是厨具库 那绝对是个吃货 先给您看个有意思 这个 青铜质地 这形状是不是挺眼熟啊 考古专家说了 这很有可能啊 那就是当时的火锅 后来之后 我们就说 包括专家说 这就不是跟我们现在的火锅一样 从它上面的锅 同时下面那个烧炭 盘灰的那些构造来说 那应该就是火锅 当然了 那时候火锅呀 它不叫火锅 叫古董羹 说这因为把这食物丢到水里煮的时候呢 它会发出咕咚的声音 就取了这么个名字 这火锅 那是咱们中国独创的美食 历史悠久 那关于它的起源呢 有这么两种说法 一是在三国时期 说那个时候的铜顶 那就是火锅的前身 那还有一种呢 是说这火锅呀 它始于东汉 那出土文物中的斗 那指的就是火锅 不过呢 现在这个说法呢 恐怕得改改了 很可能早在2000年前的西汉 人们就在美滋滋的涮火锅了 这么大个厨具库 那除了火锅 那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呢 您瞧这个 成套九鼎 古时候啊 它讲究列顶而时 就是摆开盘子吃饭 当然了 咱们现在呢 比较随意 盘子端上来 大家一块吃 那时候贵族它不一样 首先他们吃饭呢 它是一人一个桌子 分开的 第二 每个人桌上的顶啊 那不仅仅是成菜的容器 它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据周里记载 天子九鼎 诸侯七鼎 大夫五鼎 元氏三鼎或一鼎 听见了 天子 那才用九个盘子吃饭 可这牧主人已经降为海昏侯了 那怎么还用九鼎呢 有人开玩笑说了 说有没有可能 说这是第一代海昏侯 他之前他当过皇上 走的时候顺便 他就把自个的餐具呢 给带过来了 所以呢 他就有九个顶了 当然 没经考证 这都是玩笑话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还出土了御制耳杯 以及用来烤肉的青铜染炉等等 不胜美 几句都这么精美 那伙食呢 肯定差不了 那有吃 那还得有喝呀 那接下来呢 咱们说说 这九具库里面的嘻哈 您看这个 考古专家说呀 它很有可能 就是个酿酒的蒸馏器 下面一口锅 沉水的 上面一个蒸笼 也是全是青铜的 很大 直径50厘米大 双层的 还有那个 漏水漏酒的一个 两个管子 器物上面 还有一个壁纸 壁纸 蒸壁嘛 可以放东西 咱们现在知道的 这个蒸馏酒啊 年岁久一点的 四川呢 有一个国教 1573 距离现在呢 400多不到500年 那可以考证最早的 蒸馏酒呢 是咱们江西进行 有一个李路镇产的 李路酒 也就700来年 这个蒸馏器的问世 那说明 咱们在西汉时期 它就有蒸馏酒了 一下子就把蒸馏酒的历史呢 提到了2000多年前 蒸馏器 或者叫酿酒器吧 这也是国内第一次发现 至于它的功用 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酒 是酿到什么样的酒 这个值得太短 但是它的价值是多于我的 那对于海昏侯 这样的西汉贵族来说 那有吃有喝 那肯定不够啊 还得有歌舞助性啊 咱们在古装剧里面 也看过不少啊 奏乐声歌 您第一个想到的 会是什么物件啊 没错 编钟 在古墓的乐器库里呢 出土了三堵保存完好的编钟 据说这编钟啊 它刚一出土 就被敲响了2000年后的第一声 当时呢 所有的考古人员都很惊讶呀 没想到 它还是那么清脆动人 北长谷 它的一个乐器库 等于说 它发现了两套编钟 一套编剧生肖舍 这些组合 实际上 它是反映了 它生前的一个 艳乐的场景 即使呢 出土编钟啊 倒不稀罕 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呢 我国早在西州时期呢 就有了编钟 关键是数量 三堵 那么按照周理中的 礼乐制度 四堵为地 三堵为王 它恰好就说明了 海浑猴曾经有过王的什么 咱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么一个西汉贵族的生活 那用南昌话来说 那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 喝着小酒弹着椭呀 相当自在呀 那老在家憋着他也没劲啊 得出去玩啊 那就去吧 等等 出门前 必须得打扮打扮的 你别看现在的这个男人 他不怎么讲究 那时候贵族的男人 跟女人一样 出门前呢 必须化个妆 整个行头 您瞧这个 三子联扣银边装饰的化妆盒 另外呢 还出土了不少的配湿浴 那都是用来擦脂抹粉 出妆打扮的 古代的男人们也是化妆的 特别是到了东晋时期 那男人化妆 是不是比女人还要脸 他讲究风度嘛 得了 打扮漂亮了 出个门吧 那怎么去呢 走路 那可不行啊 贵族出门 那哪有走路的呀 那必须得有车呀 咱去瞧瞧他的坐驾 在主目西特的大型车马陪档中 考古人员找到了五辆物质彩绘车 和二十匹马的痕迹 这里呢 有两点值得注意啊 第一 这些全都是真车真马 这个车马坑呢 它的意义在哪里啊 第一个 就是我们长江以南 的第一次发现 用专门的真车马陪档坑的 一个木杖 这一点呢 首先说明了 它的级别是相当高 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用真车马陪档的 那时候马他也不多呀 而且那是主要的交通工具 估计皇上他也觉得奢侈啊 那么在海昏侯去世后没几年 他也就是公元三十三年 汉成帝下令废除诸侯王车马陪档制度 那汉朝有严格的规定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使用真车马陪档坑 使用白昌果 等于说一般只有皇帝和诸侯王才能用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什么呢 二十匹马 五辆车 按照四匹马拉一辆车配置 这个配置啊 它在古代有讲究 据古书一礼王都记记载 天子驾六马 诸侯驾四 大夫三 是二 数人一 它这个车马坑有十五六米长 还有五米宽 面积很大 从现场看到的现象 下面是二十匹马 有五辆车 还有大量的拆下来的车马器 从这些拆下来的车马器看呢 这车那还是豪华顶级配置 尤其是这个当炉 也就是码头上的配饰 您看 左边呢 这个那是刚出土的样子 右边这个呢 那是修复后的样子 图案纹路细腻 缝隙啊 都用金线填充 相当精致 像这样的装饰物件呢 一共有三千多件 奢华至极 说实话 在家呢 吃香的喝辣的 歌舞逍遥 出门呢 那还得背有面 这样的生活水准呢 那要是家里面没点积蓄 没点家底 恐怕是难以维持 那这海昏侯家里面的条件 究竟怎么样呢 有多少钱呢 挖开这古墓的钱库 说实话 咱们现在那些所谓的土豪 那都得盯力膜拜 万贯家产 精气无数 令人叹为观止 南昌西汉大墓里 究竟还有多少宝物 待人发掘 又是什么样的玄机 让他历经千年 去历次逃过盗墓贼的黑手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商家说到像海昏侯 这样的西汉贵族 吃喝玩乐 样样他都讲究的人 那家里面没点家产 那估计是难以维持 接下来呢 咱们就去钱库 看看他们家家底 究竟如何 这一看 火这么多 这是五株钱 确切地说啊 是堆成山的五株钱 理论上讲啊 这五株钱呢 其实不怎么值钱 可架不住它多呀 那根据考古人员估算 这五株钱的数量 那绝对超过两百万枚 光这重量 它就有十几顿重 为了数清它每一串 多少枚 我们发 花费了很长的时间 因为上边都散了 我记得最早的数出来一串 它不完整 五百七十四枚 这可是以吨为单位的五株钱 你一个一个的数 那得数到什么时候啊 可也没办法呀 有个事 他必须得弄清楚 什么呢 爱读小说 看这个古装电视剧的观众 那肯定知道 古代的人呢 常说一吊钱 这一吊啊 他就是一贯 那么现在咱们形容一个人很有钱 也常说万贯家产 那这里的贯 指的是千文 就是说一千枚铜钱 才能称之为一贯 那根据史料文献记载呢 这种制度 它最早啊 出自宋城 那西汉的一贯 那又是多少呢 到最后数了一串最完整的 两边打的那绳子尖 绳子尖是吧 孙代 他数整整一千枚 就完整的这个一串 可见呢 就是送以后的这种 千文为贯的 这种货币的 关定的货币较量单位 这种较量制度 早在汉代 已经开始形成 好家伙 感情从西汉开始 就已经是千文一贯 这个发现呢 一下子就把这种 货币较量制度呢 整整向前推了一千多年 那这古墓里面 两百多万枚的五珠钱 在当时它是个什么概念呢 当时西汉的制度 是一万钱 相当于一金黄金 汉代的一金呢 相当于现在 二百五十个左右 也就是说 如果是二百万五珠钱的话 相当于现在五十公斤 五十公斤黄金 我的个亲娘乖乖 五十公斤的黄金 那相当于一千多万的现金呢 更让人惊讶的是啊 淘古人员发现 这些呢 还都是新钱 压根就没上市流通过 五珠钱 从现在出所情况下 都是很崭新的 没有使用痕迹的 这就相当于 咱们现在把中国银行 刚印好的钱 直接就搬到家里来了 而且是一千多万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这海昏猴 他没事还在家 自个儿造钱 这批东西 专家也认为 他应该是附赠的一个方式 朝廷给贵族 给有身份 有地位的贵族 他们那些 使后给他一个附赠 就送给他一些东西 当时呢 对这些重臣 一般的赐钱 都是成百万的赐鱼 所以我估计这是皇帝 因为海昏猴死了 他的身份 又不同一般的贵族 所以送付给他的钱 如果这个数量的五珠钱 您还觉得不过瘾 那接下来 您可得把这眼睛睁大了 更加震撼的 要出场 慢慢的 现在就要把他拿上来 但是这个分量很重 你可以看到 四名考古人员 很重的把他拿出来了 看见没 这是出土的金饼 一共呢 189枚 那得四五个人 分批量的才能够开出来 在西汉呢 这也是流通的货币 189枚 那价值是相当于 现在的2000万 另外 那还有一整盒的马蹄筋 足足有数十枚 这个价值那就不好估量了 因为据汉书记载 公元95年 五帝更黄金为林旨提 以携锐烟 因以颁赐诸侯王 就是说呀 汉五帝在公元95年 造了一批马蹄筋 赏赐给各地的诸侯王 那既然是皇上赏赐的东西 那就两个字 无价 当然 咱们今天来看呢 这座西汉大墓里面出土的任何一样东西 那都是无价之宝 说到这呢 有观众呢 肯定要问了 说这里面这么多的好东西 都2000多年了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的墓 能够保存的这么完好 那几乎都不太可能 那这样一个王侯级别贵赌的墓 他是怎么保存下来的 难道设置了什么机关暗器 加以保护 非耶 首先 这朵古墓呢 并非完璧之身 他在五代时期啊 就曾经被盗过一次 破坏了主墓回廊里的一四库 但不知道为什么盗墓贼啊 他没往里钻 还有一次被盗呢 就是最近的2011年那次 盗墓贼啊 只差五厘米 他就击穿了竹果市 谁知道呢 最后一廊头 他还没下去 自己他就被抓了 说起来啊 这也是这座大墓的幸运 但要说根本原因呢 其实他是源于一场地震 据史料记得啊 公元318年啊 也就是东晋时期呢 江西曾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这场地震呢 让原来的海昏县等豫章古县呢 都淹没到了颇阳湖里 也让这海昏猴木 牧室塌陷 被地下水淹没 而当时呢 人们不具备水下盗墓的条件 所以呢 这座墓才幸免于难 颇阳湖的演变 有一个缓慢过程嘛 在汉代的时候 颇阳湖面就很小 就这个这片地方都是汉地了 这个上真的没有湖 一直到了唐朝的时候 颇阳湖才开始 真正有颇阳湖之名 才延伸了现在的位置 听着这些啊 您也许会庆幸 还好这些贵重的东西都没被盗走 可其实呢 在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眼里呢 这座西汉大墓真正的价值远不在于那些吃穿起物和金银珠宝 它的价值呢 在于那些文书档案库里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竹简和近百片的木毒 成敦的钱财和夺木的黄金或许能满足我们一时的好奇 而这些竹简和目睹所记载的和承载的文化记忆 以及他们能够填补的历史空白 才是这座大墓真正的魅力所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